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在開始之前看個特尾節目 大家好 又是我美食市處非科學主任安迪 幫大家看一下今天香港的肚餓指數 我們先看看分屈的肚餓指數 我們現在在全港國區的肚餓指數都是偏高的 我們現在再來看看全港的肚餓指數 我們現在全港的肚餓指數 就由低至高逐漸上升 所以我在這裡見到大家 沒有什麼事都沒有外出 盡量在家看看我的YouTube Channel 學習如何做食物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安迪 有沒有發覺我們今天來做一個全身的日式環境呢 沒錯啦 我們今天就是做一個日式的食品 就是日式芝士蛋糕 我們現在去看看 我們現在馬上來看看今天需要的材料先 首先我們預備了雞蛋有四隻 這就是蛋黃 我們另外會有蛋白 你要量一下大概要110g 然後另外糖呢 55g 我們這裡有cream cheese 200g 另外奶或者豆漿 50gm 粉 40g 另外無鹽的牛油 我們這裡用了20g 好 好了我們現在開始蛋糕漿的製作了 首先第一步呢 我們要將一些cream cheese 牛油 還有一些奶呢 倒下去 那我們用一個很慢的火呢 大概是50度 不要超過50度 不要超過50度 如果超過50度呢 它就會 就會 焦掉 焦掉 要慢火一下 好 就這樣做 一邊攪拌 就這樣做 就這樣做 做到它融化了 但是 要給一點點耐性 不要說 一次過開晚火 可以快一點 跟它一樣 也可以 最重要是低溫 大概是40至50度 這個溫度 去攪拌 就這樣做 好 那用完了 現在的芝士 我們把蛋黃倒進去 接著加粉 一樣 用筍去 筍去 筍去 慢慢把粉 放進去 把粉全部放進去 繼續用 攪拌器 手動的攪拌器 攪拌 攪拌 你看到我現在的攪拌法 其實不是玩的 其實這個攪拌法 最主要的動作就是 把旁邊 黏在煲邊的粉 都可以攪拌出來 現在攪拌到差不多 你看到它均勻了 其實就差不多了 你可以放在一邊 備用 我們就可以準備其他材料 好了 那我們現在開始 就打蛋包了 好 我們現在看看它 夠不夠站起來 先拿起它 有一個 嘖 嘖 嘖 其實就OK了 那我們現在預熱了 焗爐先 我們今次預熱的溫度來說 就會是用100度的 好 那我們把剛才打好的cream 先把3分之1 放在蛋糕漿裡 先把蛋糕漿 攪拌均勻 好了 那我們現在把蛋糕漿 攪拌了3分之1 之後 我們再攪拌正如的cream 一起攪拌均勻 好 好了 那我們現在呢 就做一個 烘焙紙的紙樣 先 那呢 我們就 在你一個焗兜 你自己想用的焗兜 那個底裏 畫回同一個形狀 先 那 我們呢 用剪刀呢 就 將這個 紙樣 就剪出來 好了 那我現在做一個 圍邊的紙 那圍邊的紙呢 那個高度呢 就大概高你的焗盤 1cm左右 那 你要make sure 那個圓周呢 其實是 夠 夠長 啦 如果不是的話 你就用兩條 用兩條 隨時去重夾它都可以的 那呢 將那些紙呢 鋪回到那個 那個 鍋那裏呢 就好像這樣的鋪法 那就可以了 好了 我們現在就 把那些 攪好好的蛋糕漿呢 倒入焗盤那裏 好 好了 我們就倒進去之後呢 然後呢 我們每次都要倒一倒 好了 我們就放到另一個小一點的焗盤上面 我們呢 我們呢 要在上面呢 加40度的溫度的熱水 下去 那大概呢 2cm的深度 就夠了 那 那焗魚熱好了 那我們呢 就可以把它放進去 好了 那我們首先呢 就把這個 鍋盆 放進去 那這個呢 我們呢 就是焗60分鐘的 我們呢 我們現在呢 就焗了一個小時了 那我們呢 還有一個步驟呢 就是呢 將這個 這個 起司機 上色 那我們呢 都用這個焗爐的功能 但是這次就不用撇了 那我們呢 我們然後用這個 160度吧 15分鐘 啊 我們就好了 好緊張 好緊張 還有3秒 2 1 搞定 好了 看看這個製成品 先 嘩 好像 挺好的 那我現在拿它出來 還是說一句吧 小心點 好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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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那我們呢 就要拿它出來 放涼 吧 好了,我們現在就脫出來了 我們放一張烘焙紙在上面 放一個碟在上面 然後就把它覆住 好了,我們現在就脫出來了 好了 好,我們就拿另一張碟把它覆轉 好了,蛋糕就弄出來了 你看看,其實它是很spongy 大家當我當我這樣 是不是試吃呢? 又到試吃時間 你看看,其實是很spongy 好濃的芝士味 但我現在就剛剛出爐就馬上吃 其實放在雪櫃那裡 雪凍去開雪 其實有另一種風味 因為其實芝士蛋糕 冷吃 很棒 看完這麼好吃的芝士蛋糕 記得like,share 和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多謝你,bye bye 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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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再見 下次見 下次見